精确的年龄的话 像他算完之后 假如说有满没有满 他其实就是会有剩下来的月份 比如说我们今天 假如说是十月份的话 十月的话理论上 八月到二十六 他如果二十六年的话 理论上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 还有一个月 对 然后一个月之后 好像还有剩下 应该有二十七天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得到 精确的日期 剩下月份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YM 意思就是说我Y算完之后 剩下来的M 所以这个YM意思应该是 不要管Y 就是你算完Y之后 剩下来的M是多少 那我把它打个勾 你会发现 这边把它改十 假设你是十的话 那他剩下来就一个月 OK 意思是说有点像 年算完 还剩下几个月的意思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把这边改成八月的话 那大概二十五年 可是呢 如果这边一样改成八的话 他会跟我讲说 应该还有剩多少 十一个月 OK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因为未满 还没有满那个 二十六年 所以呢 才是二十五年的 十一月 那再来的话 就是剩几天 几天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算 基本上的话 就是在这个 这个后面再加一个Y 跟这样 应该是MD MD 然后把它挡个勾 这样的话呢 剩下来就二十七天 实际上 这个可能你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YM的话 意思是有点像 我算完了Y之后 我主要是要算 剩下来几个月 那MD的话呢 是算完年 也算完月之后 剩下来的D 剩下来的日期 OK 所以他提供有 这几个参数 可以让我们 算后面这个 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是几岁 几岁几个月几天 那假设我今天把 刚刚讲的这个 加到这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一样 先你用插入函数没有 所以用自己打 所以这边香楼模式 是Date DIF Datif 刮壶 第一个呢 是前面的日期 到点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 那今天的话 因为我们没有输入嘛 所以你直接的 在这边打今天也可以 特别之后 特别之后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小刮壶 这个没有打会出错 OK 一定要有个小刮壶 那小刮壶里面没有东西 因为他不需要传任任何的参数给他 好 逗点 那再来的话比什么 比他几岁 几岁 双引号 一个Y 后双引号 后刮壶 记得 这个可能要打手 打手 打勾 OK 他46岁 但是问题来了 46岁 可是问题 他后面这一串 我要让他显示在后面怎么做 像我的习惯这样 第一个先抓到第一个N 那后面的东西呢 我就直接讲 把这个东西当一个字串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哪一串 复制就是 从那个N后面这一些 那我要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的后面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公式再点一下 放上去 特别是放上去记得 因为一个公式 跟一串文字的话 你必须用M的符号 把它串在一起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然后文字的话 钱会要什么 双引号 对 那把它移到中间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这样才会正确 OK 你不能说直接贴 错了 OK 所以特别是说 把46岁 在串接刚刚那一串文字 打个勾也出现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这边的N跟这个N 怎么办 其实非常简单 就有点像 把跟那个之前VBA 那个蛮类似就是 我要把一个I放到这个中间的话 那不过现在不是放I 现在是放什么 放这个公式 Dedif 那月的话就是把这个公式改成YM 日的话就是改成MD 这样就OK 可是问题要怎么放过来 一一样把前面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二的话选取这个N 那一样先切开 所以切开的话就两个双号 移到中间 两个And 再移到中间 好像有点像之前放I 前面一样的动作 只是说在 Excel里面不用空格 直接把这个公式贴上就可以 然后再来把这边改成YM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历史 打个勾 他今天 1972 所以 到今天为止 他应该46岁没错 但是还没有 还没8月 所以呢 他等于是从 那个46岁满之后又多了8个月 那又几天呢 剩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刚刚的公式 这个N再一样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把刚刚的公式贴到中间 然后把这边改成MD 剩下他又几天呢 就是年算完了 月也算完了 剩下来的日MD 关键就是在D OK 然后把他打个勾 这样就算OK了 也就是他这个人呢 出生到现在为止 46岁 又多8个月 又多5天 OK 对不对 应该没错了 应该这已经算蛮多次了 多5天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把他橡架填满 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46岁 19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日期假设 跟今天比的话 留下来的就是这样 那后面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刚刚这个公式 这一串公式 假设呢 把它转成VBA的话 哎 要怎么做 一样嘛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可以 用公式的话 当然同样也可以用VBA 输出 但是要怎么输出 比较简单 这请各位先试着先把 这个先完成好了 画面先完成 各位好